两个新人初次搜证就联手 以我的经验来判断 要么就是准备大战手脚 要么就是想用对方崭新的身份 为自己来掩护 欣然你乖看这个 这你觉得是什么 我觉得像脚印啊 这这这 这有个清楚的 等一下我看一下 不是我的呀 也不可能是你的呀 那也有可能是女孩 穿着人家的靴子来做的呀 为什么放一根浴巾在这里呢 我觉得这根浴巾不太像属于老板的 因为你看他穿的那个样子 他不可能是刚洗完澡的 所以这根浴巾很有可能是 凶犯或者什么留下来的 凶犯会带一根浴巾到老板的房间的职业有什么 他为了什么呢 而且用完的话为什么不拿走啊 但他不可能毫无意义地留在这里啊 我们有发现的是血脚印 是一个这样子鞋底的血脚印 还有就是肖肖拿起来的浴巾 浴巾浴巾 方家仪就知道结盟 他这个人就是不想动脑子 肖肖 过来 肖肖你快来 肖肖你要不要跟我们结盟啊 雨姬说他可疑 不如说他懒 肖男人 你先不要表现得求善心太强 不然肖肖会杀你 不杀我 谢谢 这个意见好中肯 真的呢 我们俩说你妖妖妖妻的 嗯 那我就这样 能怎么样 截止目前啊 肖肖和欣然在案发现场发现了 血脚印和可疑的浴巾 司机赵正平的房间里被发现了尖锐的修车工具 园巾王宝强的房间被发现了血位图的线索 英语教师王私家房间被发现了和富豪的暧昧的档案 管家陈子游的房间被发现了豪宅上下工作人员的简历 而其他人的房间死亡一如所获 这些证据足以指向伪装者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